嗨大家好我是無尾 之前答應過大家要來 幫最近幾個磁力金字塔做一點評比 雖然我不是專業的金字塔玩家 不過我還是客觀的來做個簡單的比較 讓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參考一下 OK 好我們首先就請到了最近這一兩年 推出的磁力金字塔 好首先是01代 他的包裝就是這樣很簡單 而且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附了一個超大顆的磁鐵 看到沒有 這麼大顆啊 這個我看應該目測有5或6mm 然後乘以3 超大顆的 就5顆 為什麼會這麼大顆 是因為他腳塊上面這邊 磁鐵他是可以換的 怎麼說換 在腳塊上面增加磁鐵 讓他的轎磁的那個就是槍尺 其實他整顆已經是頗強了 總之這個01代算是一顆比較 比較 重熟 算是比較 粗獷型的那種磁力設計 那個 小女兒 來我們看一下容錯 這一顆我不太好測試他的容錯 為什麼 因為他磁力真的是強到 就是只要一進入到磁力範圍有沒有 就全部吸過去了 很穩定很滑順 然後重量偏重 但是我覺得質感是做得很好 我們來看下一顆 那我們就直接看02代好了 為什麼二代出來還要再去拿一代來比較 是因為根據我們的銷售情況 這個一代還是有相當比例的玩家在購買 那我問了一下同事 他們是覺得 因為一代跟二代不能算是同一種系列的方塊 二代他比較特別 他都附了一個這個工具 看起來就很複雜 因為他這個 背後看一下 他的工具這麼複雜 感覺是一個小小的工具箱的 我們這邊就不詳細講他的功能 二代在內部的接觸面上做了更多的花樣 你看到沒有 這邊有一個十字 這就是可以調整他那個磁力強弱這樣 比較一下一代他的重量 一代是105克 二代 二代是76克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 這兩顆的重量差異非常大 雖然外觀上面好像 看起來是差沒有很多 他的logo是直接印在方塊上面 不是貼一個小貼紙 外觀上面是沒有差到很多 就是二代他的邊緣這個圓角 他把它弄一個截角 一代的話就是比較直線這樣 一代的外型的構造設計 都比較像早期的金字塔 然後他的手感也是比較重的 然後二代整個就變得很輕 平滑的感覺是差不多 只是因為他多了一些那個小小的那種零件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在轉的時候會有感覺 比一代多一點點細細的摩擦或碰撞 但是那也是因為他的這邊 你看到沒有 他的設計就是明顯比較複雜 當然二代也是一個相當受歡迎的方塊 雖然說價格稍微高一點 不過我覺得很多玩家 是追求極致的手感 那這個就 也沒有到很貴啦 真正貴的在後面嘛 好二代講完一代講完 我們接下來看這個超高CP值系列的 芋龍金字塔 不講是芋龍我會覺得這個手感就比較 像是一般玩具這樣子 他是沒有碰撞 他沒有什麼碰撞 但是他就是 整體摩擦力是比較大的 會比01、02都還要再大 不過因為是新方塊啦 沒什麼潤滑 雖然說你看到他的這個 內部的這個防年勾草 做得非常的密集這樣子 好他的logo是用貼紙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哈 好OK啦 就是該有的都有 然後腳塊的部分呢 這個磁力就還好 中等中等 不算太強不算太弱這樣 因為我覺得 芋龍金字塔腳塊的磁力 真的不能太弱 因為他很容易跑掉 好可以啦可以 這顆我覺得中規中矩 有沒有什麼不好 好來 各位在看這個的時候 你可以同時參考一下他的售價 售價也是很大的一個因素 好然後這是前陣子 剛開完箱的木瓜金字塔 對這一顆的印象 就還比較深刻一點 因為他的玩具感很重 然後聽他的聲音 很悶對不對 很悶很空洞這樣子 但是他整顆抓起來就很圓潤 好logo是用印上去的 磁力的話都算是中槍尺 碰撞是蠻多的 翻轉這樣一層也很滑啦 但是就是碰撞比前面這幾顆都還要再多 這樣 不過這一顆很便宜啦 所以就 多方參考 ok 接下來 這一個奇異磁力金字塔 我還是建議廠商在做這個方塊的時候 現在最好都可以給方塊一些名字 或是一個系列這樣子 不然你下次再做 那我們不知道怎麼叫 就像早期的魔芋 他有做磁力金字塔 磁力斜轉什麼 沒有名字的 不知道怎麼叫 很滑捏 好logo是印上去的 質感不錯 而且表面很漂亮 很平整 看到沒有他把外型做得很平很滑 然後很漂亮 雖然他很便宜 可是他很注重他的外表 目前我只看下來 大部分內部都是做原色的 不過剛剛那個浴龍 他裡面就是他的四色這樣子 磁力算中弱磁 不算很強 腳塊的磁力比 那個內部這個磁力還要再強一點 腳塊比較強 那內部這個 不搶啦 弱弱的弱弱的 我覺得就是 平價嘛 我覺得已經做得很好了啦 說真的 容錯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要這樣轉的話 容錯不算太大 這樣就會卡到了 所以 就是一顆 出血入門在用的 也很符合他的定位啦 OK 好 黃龍這個系列都是 有點做 偏 中價位偏高的那個定位 整體還蠻重的 看一下重量如何 重量是96克 偏重 噴滑 這顆沒有什麼在磨合的 噴滑 然後磁力又 我覺得算是中尺啦 算是中尺 可是有點偏強 他在要離開的時候 會感受到比較大的阻力 因為他可能在這個定位點 給了一個很強的一個磁力 這樣 好 腳塊 腳塊也是很強的 好這個比例還不錯 而且容錯也很大 容錯 哇這個容錯 如果對比剛剛這一個 7E的的話真的是超級大的 有沒有 這樣都過得來 那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造成型變太大 看起來是還好 這顆不錯也蠻驚艷的 你甚至在轉的時候可以看到他有一些 為了加大容錯而增加的圓角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邊塊這邊都有 所以看得出來他對這個結構上面是有用心的 拉這麼開 哇 自體轉角 這不行這不行 不過這是極端啦 因為通常不會真的到那麼大的轉角還硬要轉過來 好OK 目前為止如果看外盒 我是覺得黃龍製作的最講究的 整個就是很像高級禮品的感覺 這個不錯這個黃龍系列 好魅龍精緻塔 是到目前為止這個最霧的一顆霧面的 而且他的霧面是不會滑不會太滑 表面呢很平整 你看看一直線的圓角也是很小 在這邊的圓角 來看一下容錯如何 好這個一般般啦 中規中矩的表現啦 好磁力 中弱磁齁 但是轉起來呢不算很平整 就是他內部那個平穩度不是很好 然後摩擦力也稍微大一點 考慮到價錢我覺得可以接受啦 因為他就是中低價位的嘛 好雖然他內部是原色的 不過我覺得轉起來是軟啦 但是就是不滑 那我相信潤滑之後 磨合之後會有很大的進步 這顆應該是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好腳塊這邊是這顆最大的問題 腳塊很硬 他不是用磁力定位的 這個腳塊應該是早期那一種 類似鋼珠彈力鋼珠定位的 看一下 一個一個塑膠的凸點有沒有 他凸點然後卡進腳塊上面的凹點 用這樣子去定位的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Jason很多成本啦 好他這邊就不用放磁鐵 所以他這一顆就是那種新舊結構的混合體吧 他這邊用磁力的有沒有 這邊用磁力的 雖然說是中弱磁 這邊用卡點定位 所以他這個卡的很輕鬆 他不用像磁鐵這樣還要擔心他的搶弱 所以他不太會轉腳我覺得 但是就是整體的質感吧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轉起來你就會感受到質感是稍微差一點 差一點 不過也很符合他的售價 所以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好接著磁先生 磁先生這個外面是做波浪皮紋的 波浪紋的有沒有 好中牆齒 來 好容錯很小 容錯非常小 這個容錯相當於就是一般 傳統金字塔的那種感覺 表面做得很漂亮 不規則的皮紋路的波浪紋的那種感覺 這條線很直 表面是波浪紋 所以你不用看他有沒有平整 好轉起來是有一些碰撞 碰撞也不少 齒力算是總等 我覺得算總等 好腳塊 還好 覺得這一顆就是走外型路線的 喜歡漂亮的話我就推這一顆 最後就是這一顆 貴到爆炸的 幹源全項定位版 他有三個版本 好我就直接拿最貴的這個 全項軸定位 好他內部你可以看到 接觸面這邊也是非常的費苦心 滿滿的這個蜂巢紋 齒力很弱 齒力 好各位都知道他這一顆是走齒 所以之前有開槍的時候就有說過了 他的齒力作用放得非常的廣 從這邊到這邊都有齒力的感覺 腳塊齒力是比較偏強的 那當然這個是OK啦 因為他要讓他定位不要跑掉 不過他中層齒力我覺得還蠻弱的 那這一顆也是第一款 利用軸尺的這個原理製作的 魔術方塊喔 他比那個幹11M Pro還要再早 最早推出用軸尺力的齁 有興趣都要看一下我們那個開箱的齁 好 Logo是印在藍色面 這樣子感覺覺得 如果你要看手感高級的程度的話 零的跟黃倫的那種手感是 我覺得很舒服 那這個 有點說不上 因為他的齒力雖然不強 可是他的作用範圍卻很廣 而且因為這樣很廣 我會感覺整體的摩擦力是不小的 不過這也是因為還沒有磨合開啦 這一顆因為開完就放著 好容錯的話 這個很厲害 他的容錯沒有任何阻力 他的容錯沒有任何阻力 而且在容錯角度內 因為這一顆已經進入到軸尺的那個作用範圍內 所以我在容錯的時候 你就感覺有沒有 所以我在容錯角度的時候 那個磁力會先作用 所以這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特殊齁 如果你很熟悉 大部分磁力機制塔的手感 這一顆完全就是不同走向的東西 你看 我要做容錯都不行 因為磁力就先作用了 那當然這樣子很厲害 這樣子是很厲害的設計 OK 而且價錢也是非常的厲害 有興趣的話可以試玩看看 不過 在比賽上面 我看到大部分都太專一在某幾顆方塊上面 這樣 反而其他的我不是很常看到 就有點可惜 我蠻希望比賽是可以看到 各家這樣子百花齊放的感覺 這樣子才可以就是吸引更多的廠商 投入研發 那可以我們就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設計跟作品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磁力機制塔的 簡單大評比 這個我也沒有說誰是最好最壞 就給各位看一下各種不同的特色擺在一起 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OK好 有這種問題的話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今天這個評比比較不專業 我就盡量的客觀的展現出來 好那 如果想要看什麼類似這樣的評比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我們就盡量找時間來做 我是吳瑋 再見掰掰 喔